加塞佛、释迦摩尼佛等 贤结千佛、父母眷属 念诵一遍 与诸佛智慧无二无别 并与念诵八万四千法门功德等同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这十学门呢 在摩带古特在这个五代三讲十学门呢 讲了四十天 就寡讲个十学门四十天 这个时候我们就念个名词而已了 但是这个可是华严经的最基本的教义 叫什么呢 十学闻起 我们如果把十全门讲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每一个人都记住十全门 那时候你感觉着非常微妙 会上玄了 咱们经常有两句话 诸法因缘生 一切法是缘生的 因缘生起的 那么诸法也是因缘灭 一切的生灭诸法 仅仅是个因缘而已了 离开因缘没有一些诸法 这就是法界缘起的重要的内容 那么以下呢 还有 如果我念念再念念十学门呢 他还有十种相应的 在华严经书抄里头讲 十学门的 同时聚诸相应门 就是佛法是一个整体 整体 他虽然分了许多不同的法派 叫姚仙宗啊 禅宗啊 律宗啊 教下呀 分了很多分门别派 或者选手啊 邻居啊 朝栋啊 不能分很多派门吧 虽然分很多派 他的内容是一个 一个内容 没有其他的 但是这个含义呢 就是同时聚诸相应 有时候佛说 说得很广大 无量世界 尽虚空骗法界 那这个就大了 就广了 一位成的转大法论 那一个微成 跟这广的无奈的世界 怎么来比啊 广瞎自在 广即是瞎 瞎即是广 自在无奈 这叫广瞎自在 无奈门 一多相容不 无奈 一多相容不同门 一即是多 多即是义 义能容一切 一切即是义 这个我们容易理解 如果我们的一个讲堂 我们现在上千人 讲堂是一个 容拿这么多的人 这是义 讲堂是广 但是我们容拿里头的是 狭 广 狭自在 一多相容 此即是笔 笔即是词 那叫什么呢 诸法相同 诸法相同 至在门 秘密 阴险 聚成门 有的是秘密的 有的是显现的 不用说密宗 就是我们禅宗 说你 当你 说 茶门一炷香 顿超之肉 立正菩提 当你立正菩提 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了 怎么样立正菩提的 你正都才知道 当你不正 你怎么说 你也不知道 你不能明白 你用了几十年功夫 但是你正的时候 可是一面间呢 这是我们禅门就讲 在这一炷香坐下来 他开了屋了 顿超直肉 立正菩提 阴陀罗网警戒们 阴陀罗网是第四天一个 他那个网照 那他一个网 叫阴陀罗网 每一个网孔 具足其他一个网孔 因为它是光明的 它能设一切 脱四显法 那我们借着 批语 我们就 假这个显 假那个显 显什么 显佛所说的妙法 假四来显礼 就是这个意思 十四各法一成文 过去不是现在 现在也不是未来 十四呢 过去的过去 未来现在 现在的现在 未来过去 未来的过去 现在未来 加上一念 十种加上 这叫十四啊 十四 十四的各式 每一世间的法 都不一样的了 十四各法 是相隔的法 法门不一样 但是呢 一成 一成 同时成就的 所以 这个普贤恨愿里头 这个不是普贤恨愿 主要的啊 因为你要讲普贤恨愿 必须得讲讲花呀 你大意呀 这个都不懂 那你普贤恨愿 你就妙不起来了 普贤恨愿 不是我们平常的 发的愿啊 他的行 愿呢 愿是到你的行的 说我们修行 修行 修行是你的愿啊 说有的发心愿 要住禅堂 有的发心住 念佛堂 有的发心去学教 那根据个人的意愿 对 你意愿不同 所以它的效果 自然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现在 要学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我们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达到不可思议的泄脱 任何境界都是泄脱的 泄脱就是无战无奈了 无拘无束了 这个是什么 怎么能达到呢 现前一念心 学普贤横愿呢 成就什么 成就现前一念心 现前这一念 修足十大愿 修足凡夫 从凡夫地 修走一切祝福福地 这个中间包括的 非常广 这叫不可思议啊 不是我们的脑子 我们的心意 所能理解到的啊 我们只是读诵读诵 将来啊 未来 达到这种境界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我们要把它看成极简单 就是我们每位的 现前的一念心 这一念心把它放出去 放到十方法界 无穷无尽 收回来 现前一念 就是我们现前一念 因此你以这个心 来读华言的 普贤横愿 有的道友 以前也问过 什么是普贤横愿 我说你现在所做的 吃饭穿衣 行住坐卧 包括你饿食杀尿 全是普贤横愿 他说不理解 我说你念过 净行品没有 他说念过 因为他是学华言的 念过净行品 我说文殊菩萨叫我们 从那早期一睁开眼睛 到晚上睡觉 吃饭穿衣 饿食杀尿 一举一动 都要发愿 中间两句是 第一个四句话 第一愿 一定当愿众生 第四句 一定称佛 那你上厕所 上洗手干 大小便是 当愿众生 气探尘词 捐出罪法 把一切罪法都编捐出来 不就成佛了吗 那说到睡觉 以时寝息 当愿众生 深得难闻 心无动难 念念之间 从早期起来 一睁开眼睛 就是睡眠食物 当愿众生 一切知觉周固之方 到晚上睡觉了 念念都在文术大智慧当中 自己是愿 文术自卑 普贤愿 两个是结合的 念念的你有智慧现前 智慧现前是你 念念之间都在发愿 一举一动 一举一动 在文术菩萨大智当中 一举一动 在普贤的大愿当中 一致导愿 一愿起致 所以华言经的 普贤十大愿望 倒归你若 不可思议的 卸脱经驾 而每个人都要求卸脱 就是不要受拘束 咱们人人都不要受拘束 你怎么才能卸脱呀 假使你每一天念念普贤 十大愿望 都在卸脱当中 什么拘束也拘束不到你 要说难 非常难 为啥呢 因为我们在谜的当中 要说义 那太容易了 容易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现前一念嘛 你动个念头就行了嘛 你把你念头 念念动的 都是普贤愿 念念动的念头 都是文术字 那你就是文术菩萨 你就是普贤菩萨 说你经常生烦恼 那你就得六道子去了 就不是普贤 也不是文术了 所以 保持一念 就是什么呢 我们禅宗禅禅的道友们 经常保持觉 关照 让你这个心啊 如何是我本来的面目 你念的心都追求我本来的面目 你这一念心 如何是我本来的面目 已经就是本来的面目了 等你究竟成就出来 还是现前一面 这是能锁起来 把它能锁起来 什么是十大愿 现前一面 这是你一念心的限量景 这就现量景 现量景 清静 泄脱 自在 你就想去吧 清静 泄脱 自在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为什么我们说 你如果发个脾气 或者一不高兴 一念 成心起 百万帐门开 也是一念 那一念不高兴 一百万个帐门都开了 也是一念 也是一念 但是 我们弟子 佛弟子 四宗弟子 都掌握住 你现前一面心 十大愿望 就是你现前一面心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世者 我以清静神于义 一切片里尽无欲 这就是普贤横圆一个祭圣 现在这个十方世界的 所有的果斗 所有佛果斗了 在这个十方些佛果斗当中 所有过去的 现在的 未来的 一些祝福 三世仁世子呢 只是说 过去祝福 现在祝福 未来祝福 我以清静神于义 一切片里尽无欲 假使我理佛的时候 你一观想这个记者 你再一个头磕下去 磕下去 十方世界一切佛 你都理了 这叫骗理 骗理一些佛 就是心亮相 过去的 过去那么祝祝 他磕一个头 从他磕头这个地方 到他那个地下 一直到海 到了水的地方 这所有的微尘 一个微尘 一尊佛 他一个头科学 他就理了这么多的分 一微尘一尊佛 这普贤恒愿 比这个大得多 一个微尘里头 包含很多的佛唱 库弗南一老和尚 他一篇的 昼夜礼佛 只有中夜夜间 他睡两个钟头觉 昼夜二十四小时 都在理 那么我到那去 拜访他 参访他 他就问我 他老法师 礼佛有功德没有 我听着很诧异 我说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磕头啊 为什么要磕头啊 我要消烦恼啊 我说你还有烦恼没有 有啊 我说你磕洗了 他说磕洗什么 我一天把那地板都换了两次了 雪峰当家跟我说 他磕头那地板给他换两次了 磕的 这种礼佛 我跟他说 我说你叫疲劳轰炸 你礼佛你心里想佛吗 不想佛消业这样吗 这一礼要骗成差 这是惯想力呀 如果每位道友 不过你读诵大成也好 礼佛也好 禅禅也好 念佛也好 你心得在这个上啊 不是你又提疲劳轰炸啊 修的是心啊 我想我们作为道友都懂吧 不论在家道友出家道友 那你心不在也 你干什么呢 虽然看你是磕头 求战魂 你心没在磕头上啊 那你昼夜的干什么 有加斯利吗 当然有加斯利 没加斯利他能肯这样拜吗 就是他缺乏观想力 心跟身不能和一样 修道的人 得身心和一 你才能开智慧 有了智慧了 才能知道你的行动 像我在古山 我们学堂跟禅堂来着 那时候古山的禅堂嘛 是老后生亲自 学生老后亲自领导的 那也规定我们学堂的人 每天晚上得到禅堂 做一支箱 做一支箱 一直听老后人开心 有时候老后人不当开心 但是你做这一支箱 为什么 当你做箱的时候 你思想怎么想 那时候我是小孩子 十六七岁 想念佛是谁 我回来问老法师 我说老法师 念佛是谁 老法师就笑了 你说是谁 我说我不知道 他们禅堂开始 念佛是谁 现在我们这是禅堂 究竟念佛是谁 再翻过来 谁在念佛 念佛的是谁 谁在念佛 再追问 为什么要念佛 禅堂 念佛是话头 话头 我在禅堂的时候 做禅 我经常想 话头 我一直到现在 也没开悟啊 我现在还在禅 话头 说话的前头 说话前头还有什么吗 我禅话头 我就想啊 话头怎么禅呢 什么叫话头啊 现在我们这是禅堂啊 我们作为禅死啊 当然可能都在禅话头 什么叫话头 我现在明白了 什么叫话头啊 我明白的不一样 十大愿望 这就是话头 十大愿望 为什么呢 不可思议啊 话头可思议吗 话头容你想吗 你死的不是话头啊 一死就化尾巴了 你不说也是化尾巴了 话头没思想 没语言 所以有些 那时候 我们禅堂 跟我们学堂 两个紧来着 禅堂学堂 大家 在放香时候 带块盾 我们那时讲花眼睛 我们禅堂是看话头 本来是没矛盾的 但是有矛盾 有矛盾 所以一切事物都应当这样想 怎么想呢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四一切人师子 我已清净身于义 一切片里尽无欲 我们把这句话 作为话头 三四一切佛 十方一切佛 你连现在 说博世界 十加摩尼佛 都没见到 你还能见十方三四啊 一切佛呀 十加摩尼佛 在过世两千多年 你都不知道了 完了咱们这时候 都叫末法了 那现在我们讲花眼睛 研究花眼睛 我们这不是末法呀 正法都遇不见花眼睛 大家看看 佛说花眼睛 佛成佛之后 说的花眼睛 至少二十多天 给什么时候说的 法身大事啊 有二成人吗 一个二成人也没有 都是发大部分心的人 都是法身大事 因此 所以 一切祝佛 说法 只有一个 什么呢 积呀 对积说法 应积示教 祝佛能关机 莫法众生 说说法者 他能关机吗 不能关机 但是 但是有个因缘 什么因缘呢 例如说 我今天 我今天来这儿 来这儿 共同学花眼睛 这个因缘 我不需要大家 怎么看啊 我 我看 不可思议 我们能在 末法时刻 听到 大方 广佛花眼睛 听到这个佛名字 就不可思议 正法 释迦摩尼佛 在印度 印度人 很多人 未听过 大方广佛花眼睛 听到这个名字吗 到我们 朔博世界 到我们 南战不足的中国 我们讲花眼睛 但是花眼睛 很 很障碍很多 从我的 一代一代的老师 说 在一个一座 把花眼睛 讲圆满 机会很少 讲讲就停了 都没有把一部经 从头到尾 讲圆满 讲到几品 说为什么 上到 因缘 非常之多 说 要听一部花眼睛 很难很难 包括 广佛花眼睛 听到这个经的名字 都不可思议 它的功德不可以想象 所以这个寄宋就是这个含义 所有十方世界中 所有的 现前当前的世界 十方世界 包括太广了 十方世界 过去十方世界 现在十方世界 未来十方世界 人 狮子 一般那么尊正佛 是人中狮子 就是佛 我们能遇到这个法 遇到诸佛 我以清净身于义 我 身清净 口清净 义也清净 现前一面心 清净 一切片里尽无余 每一个佛 我都一味都不遗漏 我一意都去理尽 一意片里尽无余 一味都不遗漏 片里尽无余 这是礼尽祝福 在礼尽祝福 第一个祭送 就告诉我们 在一个普贤横愿 礼尽祝福 不是一尊佛 两尊佛 不是释迦摩尼 不是阿弥陀佛 十方无尽的祝福 那当然了 其中 也有释迦摩尼 也有毕露哲诺 也有阿弥陀佛 也有钥匙流的光如来 也有不动如来 反正佛多了 这样的礼佛 我们作为道友 磕头礼佛 这样念过吗 发过这个愿吗 那你礼一佛 只是一佛 而且还是 末法的相 不是真佛 这个十大愿望 普行菩萨 里的佛 是现在 祝世祝福 不是涅槃的 现在都祝世 祝福都祝世 那释迦摩尼佛 不是涅槃了吗 这是众生的看 释迦摩尼佛说 他没入涅槃 不过换个现象而已 什么地方说的 大家都读过地藏经吧 地藏经 释迦摩尼佛 亲自跟地藏菩萨说的 我并不是光是佛神祝世 不是献个佛神祝世间 我什么心都献 大家看地藏菩萨第二品 释迦摩尼佛跟地藏菩萨说 活在这个世界上 现的无量神都众生 那现在释迦摩尼佛并非入眠 你从这样来理解 十大愿望的第一愿 要敬佛 要离佛 这一大愿叫离敬诸佛 例如说 我们老师同学道友 乃至于过去的 每个人出家都有师父 有师祖 有师公 说你那个庙上的历代老和尚 包括 说你惯想祝佛 脑子印象没有 当你磕一个头 你惯想所有现在世间上的 就是你这个庙 这个庙上一代一代的和尚 都包括在内 现在祝师的祝福 我们知道的 阿弥陀佛 要死佛 南方不动出来 都在祝师啊 当你一礼下去 这十方些祝福 都在你一礼当中 如果我们刻一个头 你一尊佛 就是一尊佛 计算你的功德 你理着十尊佛 计算十尊佛的功德 那你这一个头刻下去 进微尘 微尘有好多 你理的有好多佛 那这个佛的功德 怎么来给你计算呢 相当的大 对 但是 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犯了很多的过 不但功德没得到 过出不少 什么原因 磕头的时候 没有恭敬心 不是恭恭敬敬的 求忏悔 不是这么一个心情 随便的磕 我们看到 尽量烧香的 他也磕 那他心里想什么 不是身体 而是心理 因为什么我们要礼佛 因为我们求救动 所以我们能够生待 这个时代 有佛法可闻 就是感佛能 抱佛能 所以我们给他顶礼 又者 佛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都是佛的学生 我们这个世界的老师 就是释迦摩尼佛 所以礼佛 我们要去分析 应该怎么样礼 有十种 我们分析 第一种是 在哪儿 慢者呢 慢者呢 心里不恭敬 没有支撑恳戒心 这是以赛身为主 为主 挂着头去磕 随着赛身去磕 心里不惯想 特别是我们现在 每个寺庙 大家都看见拜殿吧 上大便是都有拜殿 拜殿有的 那个拜殿很高 拜殿很高 我们辞拉法师 跟徐老和尚说 拜价子 拜佛都拜价子 印度磕头是五体投地呀 全身磕下去呀 不是摆个凳 凳是还挑个垫子 还摆个架子 那叫摆架子 这是那麦 这不是礼佛 我说五体不投地 五体不投地 清心慢心 来礼佛 这叫哪慢礼 第二个呢 唱和礼 唱和礼 这个嘛 拜殿啊 干啥的 但是没有拜殿 比较好的 拜殿时候不拜殿 但身体不庄严 一念不恭敬 我看你们北方 最好的寺廟 拜佛 就唱啊 维能师一唱 保腰一脉 拜千佛唱 一天拜一千 一点一下 一点一下 念个佛名字 一点 不但脑壳没着地 身体都没磕下去 机会磕下去了 心不在焉 唱得很好听 唱得很好听 叫唱和礼 一唱一和 这两种是最不好的 有的是恭敬心 恭恭敬敬科学心 五体投地 心里惯想 惯想什么呢 咱们礼佛有个句子 能礼所礼性空记 这换句句诵 感应道教难思义 就是我的心 感应佛的加持 我这样来礼 感应道教难思义 我此道场入境中 我这个道场啊 就是佛的清净道场 一心归命定命 我这全心全意的归命定 这是好的了 这个礼啊 是什么 以华言分成五教 小石中顿源 这个叫小教礼 不是大成礼 小教礼 今天讲个三礼 明天再接着讲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 这几年都采用筹建 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 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如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取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旗见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大吉大乘地藏十轮经 即小蒙山 恭请常驻法师 及法务僧众领众 日期4月25日星期四 至4月27日星期六 每日上午8点半 至下午5点 恭送十轮经四品 4月27日下午2点 小蒙山 法会地点 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 中正路254号8614 恰讯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传授八观摘戒 恭请慧姓法师主法 日期4月28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半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345号 现场备有免费 消灾与超建牌位 敬请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近年来 在农业部农粮署的 大力推广之下 为鼓励民众 日常使用花柜的习惯 以及提升国产花贵的内销需求 积极地结合了各式宗教信仰活动 此次花香祈福系列活动 即佛陀圣诞玉佛祈福 佛陀圣诞奇花斗 花开建佛地良缘 由指导单位 农业部农粮署 中国佛教会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主办单位 社团法人大高雄市公佛摘生功德会 社团法人中华盆花发展协会 台湾兰花育种者协会 台湾火荷花产业发展协会 高雄市道教会 碧瑞产寺 承办单位 大高雄佛教会 高雄市美嘉花艺设计协会等 多个团体携手合作共同主办 于今年度推出花香祈福系列活动 首场次将国产花会与佛教育佛节圣大结合 并举办记者会 现场各界贤达欢喜丽临齐聚之外 更让与会嘉宾亲手制作花斗共佛 我们花艺团体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花卉 透过我们花艺老师 将我们坦多台湾国产的花卉 来创造像花斗回到 或是说花柱这样一个花卉的这样子的一个贡品 那希望让我们的信众 在祭拜的祈福的时候 能有多一项贡品的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们要借到与佛法会要来生福心 要来生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内心的这个无名烦恼 让我们的辛苦可以成全 我们看到呢 现场这么多这个 啊这么漂亮 这么有结束的费率呢 我们不幸中 我们大家的这个烦恼 可以减真真多 就可以生出的花心 每一项贵 来士林 来嫁付一千块 这一千块要做什么 就是要减粉用的费率 你们来准备 我们赐给你们 要用一个 这样可以说要减粉 我们就用费率花朵嘛 用这样的 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 农粮署这个花卉市场能打得更开 因为国产花这几年真的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也鼓励信众就是说 尽量我们买了这个鲜花 或是我们的盆花回去 我们怎么样的心态 看它的成长 看它的过程 所以他们都很容易接受 我想说 我们就可以推广 本次邀请全台湾的花艺师以六大主题来进行花斗的设计 总计现场将有36组的作品展 这些主题花斗都可为各宫庙佛寺的专属贡品 无论是在宗教文化及前瞻议题上都具有其重要的意义 斗是道教专门为人祈求延长寿命 身体健康 消除灾恶的科医 花斗便是结合花卉 花艺及宗教庆典科医 所打造的祈福贡品 争着以花卉来与神佛缔结美丽的缘分 活动安排两天 节云花斗DIY课程 以及现场有陈列可供信众现任捐的各式结缘花斗 让民众可亲自用花斗祝愿植福 共同庆祝佛佛诞成 也是本次御佛法会特别的亮点 花香祈福系列活动 首度与佛教碧瑞禅寺相互结合 与佛大典上高僧云集 四众弟子共同诵经祈福 与敬绝合唱团来的表演 由大高雄佛教会理事长悟好法师 首先为活动代表致辞 我们身为佛弟子 当然我们所表现出来的 一定是特别的不一样 要让众生感到欢喜 要让众生 启发众生也能够一起来亲近佛法 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法会上 恭请新贸法师宣读前副总统 吴敦义核电 毕瑞禅室 祇办2024年 亦佛祈福大法会 特殿深赫 谨助法会圆满 佛光浮照 租金法体安康 法喜充满 吴敦义敬赫 与会大法师与政府代表们 亲临会场致辞 因为有佛的佛法 才能够一致的传良 也因为有三宝 因为有道场 才能够使佛法不断 能够一代皆一代的传承 我们《华言经》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诺人亦了之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照 我们从这一句话当中里面 可以了解到 是心做佛 是心做众生 是你的心做你自己 有这个义佛法会 会提醒我们很多 至时在法会的时候 我们都很高兴 有一个善句 有一个能够听到法师 来开示 有听到这么多的十方善事 大家有一股信心 这是人间的幸福啊 大众佛法会 大众佛法会 特别不一样 就是每一道都会想到 不一样的地方 像今天在我们 撇水三世 除了我们的佛法会 所有的信众特别以外 我们还有我们这里所有的 我们的敏感信用 还是我们的教导 我们这里的友调庙 做回来 在大众共同点灯祈愿 许下为国家 为社会 为家人的助导 并透过 遇佛洗涤 自心的烦恼 生命电视 高雄采访报道 海啸中的奇迹 小女孩艾维 非常喜欢小动物 尤其是小狗 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有一只 属于自己的宠物狗 妈妈 你知道吗 我同学布莱恩 他们家又多了一个 新成员呢 是吗 布莱恩有小弟弟了 不是的 那就是有了个小妹妹 不对不对 布莱恩的妈妈 领养了一只小狗 那小狗真的好可爱哦 妈妈 我们也能领养一只小狗吗 不行 艾薇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家里不能养狗的 为什么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弟弟太小了 如果家里养狗的话 如果家里养狗的话 很可能会让它过敏 生病的 你也不希望杰瑞生病 对吧 嗯 好吧 为了自己弟弟的健康 艾维只能把养一只狗的心愿 藏在心底 直到下了一场大雪的那天 哎呀 昨晚下了一场好大的雪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妈妈 我们出去兑雪人好不好 外面太冷了 而且我还要在家里面照顾杰瑞 妈妈 你看杰瑞还没睡醒呢 你就陪我兑个雪人吧 很快就能兑好的 好吧 不过说好了 就玩一会儿 好 我玩一下就好 就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母女二人惊讶地发现 门口蜷缩着一只小狗 它正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并发出微弱的叫声 看上去身体非常虚弱 哎呀 哪来的狗啊 妈妈 你看它受伤了 母亲听后定睛一看 果然那只小狗一只腿上的伤口 正往外渗着血珠 它顿时心生怜悯 可怜的小家伙 它这个样子会冻死的 我不想要它死掉 妈妈 我们救救它吧 母亲看了一眼那只小狗 此时 小狗也睁着眼睛 直直地看着它 应发出呜呜的叫声 像是在求助一般 母亲叹了口气 然后弯腰抱起了那只小狗 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好吧 我们就帮帮你吧 妈妈 你看 小狗在谢谢你呢 就这样 艾维家里也添了一位新成员 小狗布鲁 布鲁 多吃点 吃饱了 你的伤才会好起来的 艾维 我们可是说好的 等布鲁的腿伤好了以后 就将它送人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哦 好吧 布鲁 我跟你说 你的伤慢慢的好就可以了 在艾维的悉心照料下 小狗布鲁腿上的伤 渐渐好转起来 这让艾维既高兴又担心 因为她答应过妈妈 只要小狗的伤痊愈了 就得将它送人 艾维 你发现没有 布鲁的腿伤已经好了 没有啊 它还需要再休养一段时间呢 艾维 我们约定好的 只要它的伤好了 我们就得将它送走 艾维听后 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突然 客厅里传来了布鲁急促的叫声 母女二人一愣 接着又传来了杰瑞的哭声 哎呀 发生什么事了 说着 她急忙从卧室冲了出去 艾维紧跟其后 当他俩来到客厅后 却发现小狗布鲁正朝着婴儿床 汪汪大叫着 并做出一副要扑过去的样子 而婴儿床里 杰瑞正大声地哭着 布鲁 你要干什么 说着 母亲急忙朝婴儿床跑了过去 当她跑到婴儿床边时 突然愣住了 只见一只大蜘蛛 正顺着床脚朝床上爬去 哎呀 蜘蛛 妈妈 布鲁是在保护杰瑞 她发现了那只蜘蛛 是啊 如果不是布鲁 杰瑞被蜘蛛咬到 可就麻烦了 母亲赶走了那只大蜘蛛 而立了大功的小狗布鲁 也因此正式成为了 这个家里的一员 转眼间 三年过去了 来 布鲁 握手 姐姐 你真行 布鲁竟然会听你的话 当然了 布鲁可是我救回来的 对了 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他还救过你一次呢 布鲁救我 真的吗 真的 不信你可以问问妈妈 我的宝贝 这个周末想不想去海边玩啊 去海边 好啊 太好了 哇 可以玩沙子了 万岁 妈妈 我们可以带着布鲁一起去海边吗 当然了 我们总不能将他独自留在家里啊 布鲁你听到了吗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海边玩了 海边晴空万里 阳光明媚 众多游客在惬意地享受着阳光 沙滩和海浪 母亲惬意地坐在太阳伞下 看着正在堆沙子的两个孩子 而布鲁则摇着尾巴 围着他俩转来转去 不时地还用鼻子凑到沙子那里闻一闻 布鲁 你小心一点 可别把我们堆的重宝给弄坏了 艾维话刚说完 布鲁却突然警觉地朝大海看去 接着他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急忙朝着艾维和杰瑞 汪汪大叫了起来 好了 布鲁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 你怎么就生气了 布鲁这是在做什么 他看起来很反常啊 就在这时候 海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海滩上的人纷纷抬头寻声望去 只见远处的海平面上 涌起了巨浪 海啸 是海啸来了 快跑啊 海啸来了 孩子们 快跑 快离开那里 妈妈 妈妈 爸爸 杰瑞 别怕 妈妈在这里 艾维 跟妈妈跑 赶快离开这里 母亲抱着杰瑞 朝最近的小山坡疯狂逃命 她原本以为艾维一定会跟着她一块逃命 可快到山顶时 她回过头却不见了艾维的身影 艾维 艾维呢 请问 你们有看到我女儿吗 她叫艾维 十岁了 那么多人 我没注意啊 艾维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啊 母亲朝着自己刚才跑来的地方 拼命地呼喊 但巨浪的呼啸声 让她的喊声变得那么微弱 不行 我得回去找我女儿 你不要命了吗 现在下山只有死路一条 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得为你抱着的孩子着想啊 是啊 你看 整个海滩已经被淹没了 你如果离开这里 不但救不了你的女儿 恐怕连你儿子也得搭进去 那怎么办 艾维 你在哪里啊 先别灰心 说不定你的女儿 也已经跑到高处躲起来了呢 然而 海啸来临时 艾维并没有跑到高处 而是让逃难的人群 将她和母亲冲散了 艾维朝海边一间 公游客更换永衣的 简易小屋跑去 她毕竟才十岁 当看到滔天的大浪袭来时 她认为只有屋子里 才是最安全的 妈妈 妈妈 你在哪儿啊 布鲁 是布鲁的声音 布鲁 你也吓坏了吧 真的好可怕 我们得赶快躲起来 然而 布鲁却突然张开嘴 一下子死死地咬住 艾维的一脚往外拉 布鲁 你这是干什么 快松开我 快松开我 布鲁不顾惊慌失措的 艾维的挣扎 她强行将其拖出了简易小屋 然后用两只前脚和头 紧紧地抵着艾维的后背 拼命地往山顶推着 布鲁 你要干什么 不要推我 布鲁不顾一切地 推着艾维往山上走 当他们到达山坡时 海浪一下子将海边 那洞简易的小屋冲垮 天啊 小屋被冲走了 布鲁 是你救了我啊 布鲁 我明白了 山上才是安全的 谢谢你 真是太感谢你了 艾维 妈妈对不起你 我应该拉着你一起逃命才对 妈妈对不起你的 你看 那里有个小女孩 在她身后还有一只狗 她是不是你的女儿 母亲听后急忙擦了擦眼泪看去 只见艾维正朝山顶跑来 是姐姐 那是我姐姐 艾维 妈妈在这里 妈妈 妈妈 艾维跑到母亲身边 然后一下子将她紧紧抱住 这时候布鲁才松了一口气 在他们身边高兴地摇着尾巴 善恶其实就在一念之间 不经意的一次善举 往往就会种下善果 如果当初艾维没有收留小狗布鲁 布鲁又怎么能成为 她的救命恩人呢 生命电视台